好,那针对相机和灯光,我们要补充的两个东西 现在第一个叫做Track,就是追踪 那什么叫追踪呢? 有时候,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现在呢,这个相机在这里,我可以这样调,对不对? 调来调去,但是呢,这里有个问题 就是你调的时候,有时候我想要对准这个主角 我一直要对准他那很麻烦,如果主角动来动去怎么办? 所以,如果你真的相机想要一直对准主角 就像那个摄影师在舞台上面,他就是要一直去追着主角跑 那这时候呢,你就做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你把相机这个东西,不管他现在什么角度,没关系 你先选起来,然后按Shift 再选你要追踪的那个人 然后按Ctrl T 按Ctrl T之后呢,它有一个叫做Track to Constraint 把它选上去 你会发现你的相机就对着这个主角 而且呢,它中间会有一条蓝色的线 那不管你主角移到哪里 我现在,现在这样 不管我主角移到哪里,相机永远都会对着它 OK 那这就是Track追踪的功能 OK 那这种方式在你需要 需要一个追踪某个固定的物体的时候 就会很好用 解除的话,对 这个问题很好 解除的话,我一样把它Shift 这边选起来 按LTT 刚刚是按Ctrl T嘛 现在按LTT 然后它会出现一个叫ClearTrack 那就解除了 OK 好 那各位可以试一下这个功能 应该会蛮好用的 那这个是已经解除了 那再试一次 Ctrl T OK Track to 就追踪了 那如果不要的话呢 就LTT Clear 就解除了 好 那这是 我们要补充的第一个功能 那有关于相机的部分 那各位可以马上试一下 那接着我就继续看第二个功能 第二个功能是什么呢 各位知道你 我们这里这个 这个视窗是按T它会跑出来 按T它会跑出来 那当然你也可以 在这边 选这个加号 也会跑出来 那这个视窗呢 是按N它会跑出来 那你也可以选这个加号 它也会跑出来 OK 好 那 我们现在要示范的是 有时候你要调相机的时候 你会觉得 有点不容易调 比如说这样好了 我如果今天这样 我按R 让它转下来 我这样有没有追踪到猴子头呢 我其实 不是很清楚 我按CAMERA OK 这样有 这样看起来有 但是有时候 如果我歪掉了 比如说我 我今天这样好了 我按这个角度 我按这个角度 我按Ctrl L T 0 这样我就没有看到猴子头了 对 那有时候你要找 你要找的时候 你可能想要做的 就是说 我可不可以把相机给 用相机的角度 来移动 用相机的角度来移动 那这样子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我要去找什么东西 就比较方便 那虽然我可以按Ctrl L T 0 但是有时候没有办法很准 没办法很准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这一个 Lock Camera To View 这里 你把刚刚这一个 按N的视窗拉出来之后 选这个View的Lock Camera To View 那这时候你可以这样转 这样我就把它转进来 那你就照一般的转法 就按着滑鼠的滚轮 然后呢 移动 拖就可以了 那你就可以去调整 一个你比较想要的角度 也可以前进后退 也可以前进后退 OK 那你可以透过这种方式 来固定或者是设定你的相机的角度 那大概就补充这两个 那请各位试试看 两个 一个是追踪 就是固定 让相机一直照着一个东西 那另外一个是Lock Camera To View 就是锁定相机到这个视角 那你可以透过微调的方式去调整你的视角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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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